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州名胜满目营 文史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 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泰安大汶口 但是今天咱不看大汶口遗址 因为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都因为疫情关闭了 咱们看看这边一座古石桥 再加上这边一些古老的村落 他们的房子都是拿石头垒的 那么跟随着温绿尔的镜头 咱们一起出发吧 大汶口作为温和沿岸最重要的商部之一 自然也吸引了大量的山西商人 山西会馆随之二代 山西会馆目前是省宝文物 完全免费 入口出的这个石骨就是所谓的门当 因为鼓声力如雷霆 人们以为它能避鬼避邪 所以都喜欢把它放在门口 大门上面就是古剑里的法院 因为都是双树 所以叫做户队 而户队的多少 与主人家的材势是成正比的 南院是戏楼院 现在仅存戏楼台 在此倾听古石的畅念作打 念白一阳寒顿措 畅枪威婉 透极昂 北院则是官地庙 门外几块石碑 诉说着这里的前世今生 进庙门有一过厅 看牌匾知道这里是义士厅 其实真正的山西建筑 装饰都是用的山西地方彩画 非常的漂亮 但是这里的彩画 肯定出自于擅长做官室建筑的山洞 这是官室彩画中的一种 玄子彩画里的苏炫 多了几分官方的凝重 少了山西建筑的灵洞 穿过过厅就是官地庙 供奉的是官宇 左右两边是官平和舟仓 这个彩画就更官派了 玄子彩画中的金线小点金 走出山西会馆再往前走 就是一座四百多年的古桥 北起戴岳区大温口镇的南门 南至宁阳县慈阳镇的插鹏村 修建于明朝龙庆年间 现在的石桥 静长是221米 以桥终点为界 就是古代鲁国和齐国的分界线 是整个大温和现存最古老 最完整的石桥 也是山东境内现存最长的古石桥 诗经中有这么一句话 鲁道有荡 其子有归 里面指的就是大温和 遥想孔子当年 由鲁国出发 去游学于天下 不知当时是否曾漫涉此水 现在也只能感叹 这石桥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洗礼 现在依旧能在激流中涌住 它上面的这一块块的桥面 非常的光滑 并且质感非常的古朴 就相当于一块块光亮的明镜 见证了历史文明的发展 同时也映射出了温和两岸的沧海桑田 其实这个桥一点都不像小桥流水人家中那种小家碧玉的桥 这桥一看就是典型的山东大汉 这种石桥静默不语 任凭水漫其深如潮起潮落 它这一卧就是数百年 昔日人满为患南北来往的谷桥 如今它的地位已经被一旁的省道以及高速抢占了 如今的谷桥少了外地商谷的熙熙攘攘 因为谷桥的宽度有限 所以只剩下了附近的村民 还在不时的骑着电车在此通过 石桥上游是一片开阔的沙滩 可以缓冲水流 下游是一片片隆起的岩石 可以起到很好的冲刷河道作用 桥下大温和水流湍急 滋润着一方古老的土地 在夕阳余晖里 静静诉说着千百年来的岁月变迁 大温和和两岸的风光 就是游子们最牵挂的故乡 再满了离乡人浓浓的乡愁 说到了乡愁 还要回首看一下这边的村子 伴随着大温和码头的行程 商户不断在此聚集 逐渐出现了大量居民 店铺和手工作坊 形成了最初的村落 山西街村 至今仍保持着传统的历史格局 和原有的面貌 南部以古楼建筑为主 北面则是商贸中心 这里环村的城墙 在明初就已经建成 现在仅在南边 保留了一段城墙和一个城门 几百年的老建筑随处可见 朝向街道的黑色木质窗帘上 大多会开着一个特别的小口 而在许多年前 这里就是用来交易货物的地方 历经数百年风雨雕饰的山西街村 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是农耕为名的宝贵遗产 大约在2500年前 受大温口文化的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 在齐鲁大地上出现了 以孔子孟子为中心的儒家思想 孔孟之道给华夏民族崛起 奠定了基础 它在古老的石桥之上 仰视两侧放羊 钓鱼 稀稀的人们 也能看到岁月分化 凹陷的石块 不由的感叹繁华意识 人生已老 在这个石桥的东边 就是整个齐鲁的制造业重镇 可以说非常的富属 如果往南看 那就是孔子顾礼屈服 那可是自古就出圣人的地方 然后你再往西看 就是八百里水破梁山 那是功名哥哥带着一帮兄弟 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实现人生梦想的地方 其实借了梁山的豪气 这五百年转瞬即逝 现在你在看 这东西两侧 有京湖铁路 上面火车是呼啸而过 然后有京湖高速 上面的汽车 也是穿梭而行 然而这历史当中 唯一不变的 就是这石桥下的滚滚温和水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这温和水 到底洗去了多少的岁月沧桑 斑膜的青石板 仿佛像你诉说的明清时期 这里繁华喧嚣与匆匆过往 遥想当年被泥沙掩埋的时光 三次考古掀开了大温口文化的面纱 五千年前的中华文明 绽放在了齐鲁大地 大温和水可能断流 朝夕的更替是不会停息 河沙在沉淀中堆积 岁月依旧如白居过细 缓缓在这方舞台上上演 最终闭幕在沉默的泥沙中 无言和事淫于呼惆怅 村桥原树四五乡 如今村里这座古庙面前的大槐树 带着斑驳的沧桑 凝视着岁月的脚步 它犹如一位守望故乡的老者 对到来的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华 时代变迁 留下的是世代相传的动人记忆 不论时光如何流转 它都将继续书写着 关于过去与未来的非凡篇章 这里停车是免费的 参观也是免费的 小卖店是村里人开的 我买了一瓶水两根火腿肠 才花了三块钱 同时这里的节奏也很慢 可以肆意挥霍属于自己慵懒的时光 闲云野鹤的日子伴随着晨曦晚霞而轮回 如果给你一天的时间 你会不会来这里呢 好了 这个古老的石条啊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如果你能站在我这里啊 走上一走 你就知道这里的气势啊 到底有多红大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弹幕 我们下期见 拜拜